Mazda 5, IMAX, MA3或 FOCUS 在這個動力棒補的部分 就是我眼前這一顆 這一顆是它的動力棒補 採用電動馬達去做一個輸送 剛好是介於它的發展歷程是 動力棒補一般採油壓設計 所以它會有一個土力盤要接類似這樣的盤子 它要去接皮帶這是早期的設計 到現在最新式的設計 完全採用電子式 電子式的話它會在方向盤底下 方向基柱這個往上到方向盤 在我們的方向盤底下 它會安裝一個電動的馬達 就是在這邊 所以你在轉向的時候 它會提供轉向角的一個感知器 會給它它會輸出力量 所以你會覺得有輔助 新車現在都是用電子式的 就叫做電動馬達 那叫電子方向盤 那剛好在這個交接的產物就是這一種 叫做半電子式的動力棒補 它不用皮帶去帶動 為什麼不用皮帶帶動呢 但是它走油壓的系統 它一樣需要油 像剛剛那台Tiena它就是不用了 它就是直接採電子式 它吃電 那所以這種半電動式的 是過渡期的產物 它靠馬達來驅動這裡面的 來打油 打油給我們的方向機 這方向機還是走油的 新式的方向機就不是走油的 就不會有油 一壓油進去去做一個輸送 差別是什麼 少一個普利盤 皮帶帶動引擎可以比較省油 少拖一個負載 比較省油 比較有力 所以它採用這樣的設計 但是因為位置喔 不良啊 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裡面呢 它會有一些比如說雨刷水啦 水管啦 那像有些車的話 冷氣壓縮機 像這個壓縮機在下面 像有些車是壓縮機 在這附近 它會有水氣會過來 像之前的Vios就容易產生 皮帶會有因應 因為Vios的皮帶 跟那個壓縮機很近 所以它那個管路 剛好是繞過它的皮帶上面 所以皮帶會打滑 會有潮濕電這樣 那像這個的話 是動力棒 安裝位置 剛好是在潮濕處 所以很容易在這個 電插頭的部分 產生同率氧化 時間久了之後呢 它就故障了 甚至會有 這個 會有 這個電路板 會有這個 可能是 有一些水氣啦 導通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會產生故障 所以它會產生故障 那現在就是在做這個 Bump的一個 更換 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馬3 Focus IMAX 還有這個 馬5 它的方向動力 Bump的一個通病 OK 謝謝各位 OK